感谢Apollo Fiber Insight赞助播出 有没有一种产品能够彻底进化出菌 消除恼人的异味 并且方便携带 让您走到哪里 干净到哪里 当然有 就是我 我是干妈妈 您从未见过的好帮手 这位年轻妈妈的最大困扰 并不是剪不完的玩具 和四处散落的衣物 而是如何不让隐藏在各处的细菌 危害家人的健康 此时就该我上场了 我拥有不怕潮湿的专利发热技术 能维持60度C以上有效杀菌温度 而且少量衣物 不需要大费周章地使用轰衣机 还能环保、节能、爱地球 本就是为止 联律 抓紧 联律 毒 脆 热 大家好 同文城突破 我是童文勋 我是楊宣豪 回来讲WTO 其实在上一集 我们谈到WTO 就不能不介绍它的背景 所以我们就提到了 丘吉尔 罗斯福 凯因斯 我对凯因斯这个名字最有兴趣 所以这个历史 其实是一个很荣光的过去 是的 有一群人非常有智慧 他已经预见到未来的世界 他们不希望在短暂的时间 在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有没有用 确实有用 你知道从GATT 在1944年的时候 美国跟英国 承担起这个起草的责任 然后在1949年 我们上一集有讲过 他就几乎已经法律完备了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讲 蔡英文的这个论文题目的话 你会发现说 已经没有检讨的空间了 除非台湾还需要有一本 类似GATT的这个序论 大纲解释 才会有一个这样的题目 告诉你说 什么是Ampair Practice 然后什么是这个 Sepgar Action 所以我们今天 前后两集在讲的事情 不就是这个工作吗 这样可以拿论文吗 这样可以拿博士吗 这是1.5倍的含金量吗 这个我们就会打一个 非常大的问号 因为光是从节目 进去啦 我们没有说 因为有人的确有一杆进洞 进两洞 不一杆进洞 进一个洞的我们看过 可是这个论文号称 是一杆进两个洞 我们有一点怀疑 希望提出更完整的证据 总统自己的自传讲说 他是两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 可是总府发言人拿出来的 你从入学到你通过口试 所谓的口试啦 其实那一张的口试通过表 上面只有讲Examination 并没有讲到口试 所以他是不是口试 并不知道 而且他讲的那个 一开始填的说 学习休息 休课程的时间21个月 恐怕是原来的M Philosophy 对不对 那化掉PhD以后 没有重新调整那个时间 他没有再重新入学的记录 没有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休学记录 这也都是留下蛮多可讨论的空间 然后到现在还不回答 那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就继续追下去 就继续追啦 也许我们问的问题 问的还不够清楚 总统还没有听清楚 所以我们就继续分析 希望把问题分析得很清楚以后 总统搞清楚了以后 跟我们回答 好 那回来讲WTO WTO因为是会员国之间的一个 互相的契约嘛 你签了一个契约要不要旅行呢 你去租房子你要付租金啊 那房东就有义务把这个房子交给你啊 使用啊 他不可以自己拿钥匙就进来啊 对不对 这是合约有很多的必须要去旅行的关系嘛 那他当然有一个基本的精神就是说 因为我的市场对A开放 所以B的市场也会对我开放 所以这是一个互惠的原则 诚信原则 互惠的原则 那也就是说 他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很容易理解的 不要被这个大的名词给吓住了 他其实所有人都可以理解 就是非常简单的债权有债务的关系嘛 我签了约我就要履行 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债权有债务的关系 所以呢 会员国不可以涉及任何的不公平贸易 所以我们上一集有解释 就是用川普对于中国的所有的行动来告诉大家 其实这个是一百年前 这些很有先知的这一群人所创下的一个制度 其实是一个血泪史啦 对 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 我刚刚我们曾经讲过就是 从无印复兴以后 然后很多的科技的发展 包括最明显就是哥伦布开始环游世界 到处去占土地 去宣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然后当时候的贵族贷款给这些人 然后甚至给他们兵力 然后去强占那个地方以后 当时候有一个名词叫做 他们扩张他们的疆域 扩张他们的疆域以后 他们拿新的疆域里头 所产生的 比如说是自然的物质 以及到最后就是说最惨烈的就是产生奴隶嘛 也就是说他占领某一个过去没有被发现的大陆的以后 他用武力直接获取这些资产 之后来提供他在母国 或是他跟别人贸易过程中间 一个老实说有一点买空卖空的 因为他所看到的树全部被他砍掉 然后或是他就到那个地方去种甘蔗制堂 然后就用当地的木材去燃烧 政府当地的人当奴隶 把当地的人当奴隶 把当地的人当奴隶 在那边已经用完了以后 就把这些奴隶拿到欧美市场去当一个 就是说人就变货品 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当时候你如果读培根法兰西斯 比方法兰西斯 或是笛卡尔 他们这些所谓的哲学家 通常都在那个时候 都为帝王服务 来帮他们这种掠夺 寻找一种所谓高等人 自己本身可以的 那其实这一些因素就是造成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 很多国家认为他们有足够的武力的话 他就可以侵占你 那侵占你完了以后就占领了你的土地 可以甚至可以到希特勒 决定犹太人不值得在这个世界上 还可以浪费食物 六百万人被杀 这个其实是使得后来 整个资源争夺战中间 大家要体会到说 如果这个资源争夺战的病根 还是属于这过去五百年的这种强者逻辑的话 那世界永无宁日 人类到最后会走向灭亡 其实这个就是在当时 丘吉尔 他所提出的这个整个架构底下 认为大家无论如何 必须坐下来谈 如果你要去掠夺 或是你需要某些物资的时候 你还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不管这个国家强或弱 这个才能保证 这个世界不会变成一个 率受食人的世界 才不会这样 所以后来我们从1945年以后到今天 就这差不多70年左右的和平 其实是得来不易 非常不容易 那能不能继续往下 我觉得这个里头 不可以有 unfair trade 因为不可以有 unfair trade 必须有一定程度的这个save guard 这个东西都是讲起来都是已经在GTT建立了以后 已经建立好的一个制度了 那现在我们回到说 参议要谈论这两件事情 我们很有兴趣 他到底要谈论什么 因为他的标题这样写完以后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他到底要谈什么观点 那他谈的这两个观点 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 有其创意 而可以成为一个博士论文 我们在他这个题目上也看不到 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是这样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其实对这一段历史 以及人类的资本主义扩张跟战争的关系 以及到今天我们在谈论这个题目中间 这是有非常有脉络的一个东西 是值得讨论的 可是我们还是很想知道说 那蔡文你参与的项目是哪里 所以你的创建到底 在哪里 对于这个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对 其实你提出博士论文的时候 通常在口试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会被挑战 哦 真是惨烈期了 你的论文 你认为你最值得自豪的地方 你的论文 对这个世界 对于你所谈这个题目 你有什么样的创建 一句话说清楚 有什么样的创建 你的结论是什么 那一句没有说清楚的话 那一场所谓的博士候选人的这个口试啊 就几乎要结束了 所以我们来讲 回来讲 他的这个论文的第一段 第一句 就是unfailed track practice 就是不公平 竞争贸易行为 那我们如果把unfailed track practice 我们请导播进来 去Google的话 Google他的学术论文 其实你有办法在Google的时候呢 一样英文进去 我们讲英文的知识含金量比华文 中文还要强 是一万多倍 所以用英文去检索 那英文检索的时候会看到 大概有十一万九千笔 如果你用unfailed track practice 去检索的话 有人写过的相关的文章 那你知道Google吗 他说他不evil Google不做邪恶的事 所以他不要用机器人去调整 你的这个文章的上跟下 所以这个题目的前段来检索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一大堆的学术著作 而这些学术著作 请导播进来 时间久一点 这是英文的 你看到第一个 这个 Unfailed track under section 43条 那这是Lamham Act 我们知道这是美国的资料 他总共被引用81次 他必须要在这个大的题目之下 直接献说 他是说他在第43章 A 他要讨论的是这个问题 他要讨论非常踩的问题 是 OK 那第二个呢 他被引用了129次 是Consumer action against and fail 的这个practice 那我们知道 像这样的东西也一样 在unfailed practice的时候 他必须要被限缩 所以他又把他的题目再限缩 才有办法结束 消费者的观点 然后第三个是 经济商业的这个 Consequence 在明尼苏达 那我特别把这个呢 我把它拿出来 所以 大家可以看 当他要讲到unfailed practice的时候 他事实上是限缩又限缩 这样一个论文怎么做呢 请导播进来 他 限缩在明尼苏达州的乳制产业 才有办法把这个论文写完 才会有focus 才会有focus 才知道你的焦点是在哪里 我们一讲 讲一个题目 你不能打开花 你打开花之后 没有办法收文 收不回来 那你怎么把论文做结束 那我们很有兴趣知道说 他怎么收回来 所以教授怎么会允许这样的题目呢 那再来我们不断的说 这个Self Guard Action 跟那个unfailed practice 是完全不一样的 mutual exclusion 完全不相关 一个有不公平行为 一个没有不公平行为 是有跟没有之间的 你叫吗 是比较法吗 可是你的题目又不是比较法 完全不公容 所以我们一样 用同样的方法 请导播进来 我们用Self Guard Action 去找 总共可以找到14万5千笔 但每一笔就是我刚刚解释的 不管他被引用几次 有被引用个位数的 也有引用200多次的 他们一定要限缩再限缩 我们看引用211次的 这个是最大的 这个是在讲那个 他的限缩到什么程度呢 他说Shopping for Guji on Canel Street 这么小的范围来讲 这一个相关的议题 只是讲 Guji 这个产品 所以你要把任何 其实学术著作方法无他啦 不管你是在写你的PhD的论文 还是写一个你要在法学的重刊 或是国际的评论 里面发表的文章 其实都离不开这样的一个框架 就像我们要写一篇论说文好了 你也必须要最后可以写出结论 我们今天都不要想说 他的那个学术含金量啦 你一定要可以写出一个结论嘛 你怎么可能会定这么大的框架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直到目前为止 因为没有办法看到那种内容 所以想看那种内容的 我们想看不用飞到英国就可以看 我们有motive 我们有这样的动机 可以做比较法学 太有兴趣了 有可能就是因为怕我们去做比较法学 所以就不公布给我们看 不知道 但是我们必须非常清楚的告诉总统府 我们很希望看到整篇论文是怎么写的 我们今天说得很清楚 我们已经分析到说这两个题目怎么可以 这两个东西凑在一起要写成一个论文 我们真的是艳文奇想 我们很艳迹知道它是怎么写的 大家好 干妈妈的使用 其实这个发明呢 是我认识的一个会计师 她是个女生 那她在使用这个流理台的时候 她有一个习惯 她有洁癖 她喜欢把流理台都擦得干干的 然后所以这个毛巾呢 就很容易会发霉 然后烂掉 她常在丢毛巾发臭 但是 所以她希望说有一个这样的产品 所以这个产品是因为她的要求而问世的 那这个产品现在有一些新的印花 因为她第一代是黑色的 其实黑色 我自己觉得黑色蛮好用的 但是有人喜欢花色 所以这个是特别设计出来的花色 那怎么使用它呢 我自己个人的使用方法是这样 就是我通常会有 如果是厨房的使用 这是录完影之后 我们的那个摄影棚的厨房 那我平常我自己的使用是这样子 我就把毛巾就是刮上去 刮上去之后 它其实很快就会干了 但是这样挂是不是看起来有点凌乱 所以我个人的习惯是 我会在上面再盖一条 比较大的毛巾 那这种厨房的毛巾 其实最主要就是说 会有病菌 像大肠杆菌 还有很多的不同的 各种的那个中和的这种细菌 那还有什么黄色捏珠球菌 那这些细菌事实上经过那个检验 就知道说它可以百分之百 几乎是百分之百 就是99.99 一千颗细菌里面只剩下一颗还活着 那根本上是不存在了 而且这个测试的时间只有八个小时 那我通常 因为它非常的省电 所以我通常就会一直让它开着 好所以这个就是一般的使用的方法 那很多人问说 那我最多可以叠几层啊 希望用 要知道说 现在这个厨房的使用的情境 大概三个比较小型的毛巾就已经够用了 健康守护联盟 与您一起守护健康 Apollo Fiber Inside的产品 现在到这些地方也买得到啰 高顾联诊所 台北市中山区北安路607号地下一楼 方泽药局 彰华市中山路三段434号 可麦皮鞋 台北市市林区温昌路74号 欢迎加入健康守护联盟的行列 让我们一同守护健康 加盟专线 02-8791-9010